《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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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兄弟们 加把劲啊 这 这不对 用力 再用力 班长 我已经很用力了 再说 我们这么练也没有永无止地啊 这中影怼指都三个月了 可怎么还没东西呢 是啊 班长 你看咱们天天在这走正步 打沙袋 五大刀 叠被子 这练得这么苦 能派上用场吗 怎么派不上用场了 上个月电视台不是刚来了一回吗 咱们这么多绝活 不是挨个给他们露了一手了吗 现在只要看电视的人 都知道我军为伍了 感情咱们天天苦练 就是为了拍照用的 什么叫拍照啊 宣传 那叫宣传 懂吗 中国人看了亢奋 印度人看了胆颤 宣传的力量是无限的 懂吗 我懂 就是打不死你 我吓死你 是吧 哎 哦 就是赖 胡椒面 不咬你 咯咯你 哎 哎 哎 你你 眼神 眼神不对 眼神 你把眼睛瞪大了 得有杀气 对方是敌人呢 对待敌人 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我怎么觉得贼没出眼的 哎 不班长 我的意思是说 我眼睛天生就小 实在瞪不大呀 再说了 咱们练着瞪眼 有啥用啊 怎么没用 上周那帮印度人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边境线上 对峙了一个小时吗 哎 那哪叫对峙啊 整个一个对瞪嘛 吴恩基都把咱对瞪的照片拍下来了 还发了新闻 可不嘛 我打直子大电话来了 一开口就问 不是说好了开打的吗 怎么该行为艺术了你 哎呀 什么那七八糟的 总之啊 你们平时练的时候 就把眼睛给我瞪圆了 下次对峙的时候 一定你要在气势上 占据至高点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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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我身在太累了 那歇一会儿吧 哎呀 那怂样去 拳击有六 就地休息十分钟 哎呀 哎呀 哎 哎 班长 商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帐到底还打不打呢 这还用问 当然能打呀 有一个中国人已经牺牲了 啊 谁啊 哪个班的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班的 好像叫马云 报纸上说 中印对峙升级 开打贸易战 马云 躺枪 你傻呀 躺枪 那是形容 印度现在抵制中国过 马云是阿里他爸 听说 他在印度 投资个印度支付宝 被禁了 哦 这么个躺枪啊 哎 班长 你说 这仗能打起来吗 当然能打 这外交部已经打起来了 是啊 外交部都打起来了 是啊 炮火很猛烈啊 每天都在强烈谴责 感情师打嘴炮啊 嘴炮怎么了 ,嘴炮也要打得有水平有高度 外交部长王毅说了 印方必须老老实实退出去 王毅 是不是那个对外国人说 你到过中国吗 你了解中国吗 那个王毅 对对对 就是他 还有个外交部发言人 叫于谦 啊 不对 叫吴谦 他说了 汉山翼 汉解放军南 好 嘴炮火力鼓猛 腰窝菊尾 二班呢 怎么还傻坐着呢 开打了 兄弟们 抄家伙 听不听见 排长说中印开战了 抄什么家伙 没有命令 谁也不许开枪 先集合 开赴前进 呃 立正 向左转 跑步走 班长 这不让开的枪 要掌怎么打 是啊班长 咱跟敌人 上回是面对面站着 还可以对瞪 这会离得有点远 咱们瞪眼 敌人也看不见呢 先上嘴炮 班长 先骂那句 不刚告诉完你吗 学班要不往 得嘞 对面呢 你到了中国吗 你了解中国吗 我们已经到了三个月了 你们怎么还不撤军 班长 还是个会说中国话的 他说他来中国都撒月了 他还敢挑戏 我来我来我来 嗯 我告诉你们 我们外交不说了 喊什么意 喊解放军呢 喊解放军 强烈牵车更难 班长 这上嘴炮 还得外交部来 咱们平时训练不够 底气不足啊 哎 我就不信了 这边有枪 就打不了仗了吗 解释了 喊什么 班长 我感觉这不像大张啊 都像大家 小废话 解释动 嗨 我打那个小鬼子 什么小鬼子 对面是印度人 一年一次反日爱国 说习惯了 哎 班长 咱都火箭部队时代了 咱们还用石器时代方式作战呢 哎 是啊 没此收张许话的时候 不都说了吗 反我敲找者 随缘毙足 对啊 不 不已经告诉你了吗 随缘毙足 这太近了 就算了 好 好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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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班长 醒醒 醒醒 班长 你这是要交最后四党飞吗 我换了 我换了 梦长 你换了 公园 也太老套了吧 嘞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换了 胡编 胡编 你啥睡着 我刚进来 我看您在这发呆呢 怎么了 我在想 前几个月 有句话我可能说错了 前几个月说的话 您还记得呀 这要是我 每天坐那胡编 讲话不过脑子 我肯定记不住 我都说了些啥 我是想说吧 您刚才不是说 有句话说错了吗 哪句啊 就是中美贸易战 刚开打那阵 我说了句豪言壮语 要把太平洋 打成中美贸易的天剑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这话 没什么不妥 这得分是谁说的了 这要是我说的呢 就得上医院去瞧瞧了 这要是您说的 那就很正常了 您不天天这么说话吗 其实啊 当时我就想表达一下的 中国打贸易战的决心 哪怕是太平洋的惊涛骇浪 我们也不怕 怎么想到说完没几天 这碗粥就翻船了 这旗舰华为啊 恐怕要搁浅了 哎呀胡编 您就别乱联想了 我觉得吧 真没这么严重 你也觉得没这么严重是吧 是啊 孟晚舟顶多是被抓起来 哪也去不了 这怎么能算是翻船呢 这顶多算是搁浅了 翻船的 应该是旗舰华为才对啊 你看啊 这美国 澳洲 新西兰 还有英国电信 已经把华为排出在 5G网络设备供应合同的 竞标名单了 不仅如此 这英国电信 还限期在两年内 移除核心4G网络中的 华为设备 现在孟晚舟的事一出 这后效应不堪设想啊 啊 胡编 我其实是想说吧 不管是搁浅 还是翻船 这困难总是暂时的嘛 晚舟之前不还有句名言吗 除了胜利 我们别无选择 这看来不赢都不行了 现在还像个话 对了 孟晚舟邻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我看看 结果出来了 孟晚舟获得保释了 是吗 我看看 太好了 咱们马上做报道啊 这样 你先去做个街头采访 又要做街头采访啊 怎么了 这脑残不好找啊 啥 我是说这正能量有点少啊 就是因为正能量少啊 才要多采访多报道 挑出能用的使劲编 知道正能量吗 好 我这就去 回去 先生您好 最新消息 孟晚舟在加拿大获释了 您有什么感想 孟晚舟获释 谁跟你说的 孟晚舟现在是被保释 保释跟获释不是一回事啊 我这不是简称吗 获释就是获得保释 有你那么简称的吗 按照微信的执法标准 你这是百分之百造谣啊 是是是 我用词不到 那您对孟晚舟获得保释这事 有什么感想吗 有啊 孟晚舟获得保释 早就在我意料之中 哦 是吗 一看您就对我们厉害国信心满满呢 知道祖国一定会把它捞出来的 倒也不尽然 这个结论啊 我是从加拿大方面得到的 加拿大 哦 对了 加拿大一看见我们厉害国就怂了 这一怂就得放人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在加拿大犯罪 嫌犯都有权获得保释 只要保证两点 第一 你别跑 第二 你别去危害社会 都会予以考虑的 换句话说 只要你不是精神病 或者有什么暴力倾向的 一般来讲都可以获得保释 当然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人家申请保释 交个几万块钱就行了 孟晚舟得交上千万 虽然她爹身价62亿 可是上千万 对他们来说也不算少数 因为人家总不可能让你 轻轻松松回家坐牢的吧 可是这孟晚舟既然已经获得保释了 估计离无罪释放就不远了吧 无罪释放 华为涉嫌向伊朗出售美国的光纤电缆技术 孟晚舟本人涉嫌向美国银行做虚假陈述 最高刑期可达三十年 这些事你都知道吗 就是了 你连她为啥被抓 犯了哪条都不知道 你怎么就琢磨出来一个无罪释放呢 真是 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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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晚舟被保释的消息您听说了吗 这能不知道吗 我天天看新闻呢 特别关注这事 是吗 那您有什么感想啊 我觉得吧 这次的捞人行动 我们外交部表现得非常英勇 这孟晚舟一被抓 甭管三七二十一 我们外交部发言人一上来就严正抗议 说他们加拿大践踏我们人权 这每次都是加拿大说我们践踏人权 这头回听我们说加拿大践踏人权 怎么样 这一下蒙圈了吧 这就叫不按规矩出牌 先下嘴为强 不是 是咬人的狗不叫 我的意思是 是咬人的狗吧 得先叫 这也不太对 反正吧 总之我只是想说 要想反咬一口 必须抢先下手 哦 是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次国安也配合得非常好 什么 国安也配合了 对啊 你没看新闻吗 这前天不是说 刚刚抓了一个加拿大前外交官吗 啊 对对 我看了 就是嘛 那你们抓人 那我们也可以抓人呢 那你抓一个 我们也可以抓一个 咱就比着抓 就按一比一的抓 咱中国人有的是 他抓得完嘛 跟我们比抓人 他不是不识数吗 哎呀 真要惹急了 我们还敢撕票 他加拿大敢撕吗 哦 是是是 这加拿大肯定不敢撕 嗯 嗯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呃 没有了没有了 您可以走了 哎呦 总想碰着一个脑残的 真碰上一个 还真有点受不了 哎呦 哎 您好 您好 哎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抓捕孟晚舟的事 您听说了吧 您有什么感想啊 嗯 嗯 不敢想了 哎呀 那别呀 您别不敢想啊 我这还要做采访呢 要是前两年吧 我还真敢想 我总梦想着有朝一日毕了夜 也干一番事业 当个企业家呀什么的 可是这两年 我是真不敢想了 哦 为什么呢 企业家是一个高危行业呀 干什么也不能干企业家呀 是吗 是啊 你看看这两年的企业家 祖国不抓的人美国抓 美国不抓的人祖国抓 美国祖国都不抓的人 就在法国离奇身亡了 爸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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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